战神轰6K外挂鹰机12现身台海 传递出了什么样的信号 魏老师 我们的战神轰炸机 现在已经是一个多元化的火力打击平台 可以对于千里之外的目标进行精准的打击 那么挂装鹰机系列的导弹 这就展示了强大的以空制海的能力 那么根据西方的猜测 根据外部的分析 鹰机12这款导弹 可以说它的飞行距离非常远 而且它的战斗部威力非常大 那么针对大型战舰 甚至包括航母也具备强大的回伤能力 那么在战斗机的保护之下 在电子战飞机的支援之下 挂装鹰机系列反舰导弹的轰6 其实可以针对对方的大型战舰 尤其是舰艇编队 甚至包括航母编队 构成巨大的火力威慑 在台海周边举行演习 在台海周边展示这种火力组合 其实就是展示我们控制台海的能力 对于一些想要介入台海局势的这种闯入者 或者说这样的一个介入的外部势力 也构成了巨大的制衡和威慑 我相信我们的英机导弹 包括我们的战船轰炸机 会成为台海区域的一个坚强的守卫者 外部的势力 无论你是有航母编队 还是有宙斯顿战舰 都不敢轻易靠前